近日,有网友曝光一段at张婷老公at林瑞阳给员工们送腊巴粥的视频。 视频中,林瑞阳坐在沙发上,员工们排队领粥,一位女员工接过粥十单膝跪下,还对她说,祝您平安健康,你发争议。 对此,公司员工回应称,林瑞阳腿部不舒服,员工心疼她,让其坐着成舟。 97年的女孩子在60岁林大哥面前也是晚辈,作为有教养的人,长辈给成饭的时候,蹲下去是应该的,本来是好事,就被你一张嘴说得这么不堪。 林瑞阳和张婷,都是早年的台湾艺人,出演了琼瑶无数部电视剧之后,在很多年就开始改行从事微商,赚得比艺人还多。 现在,林瑞阳给员工发粥,一个女员工单膝跪下,被大众热议,微商确实赚钱,但是,能做好的人实在太少了,林瑞阳还有其他副业,比如房产等等,靠着投资房产也能赚不少。 而林瑞阳这个年纪了,给自己的员工发放粥的同时,员工蹲下,也好跪着也罢都没什么问题,毕竟那是他们的企业文化。 现在随着林瑞阳公司员工出面的辟谣,证明了此事完全就是子虚乌有的存在,放在现实里,小辈也得尊敬长辈。 在我看来,林瑞阳公司的员工,压根就没什么问题。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,林瑞阳和张婷两人,凭借着早年的琼瑶剧,走上了人生巅峰,现在何尝不是个人生赢家。